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 咱们接着聊袁冲焕 其实啊 其实这一集还没有袁冲焕 咱们得接着聊毛文龙的来历 下集袁冲焕才出场 这上回啊 咱们说了 在天启潮 毛文龙抱紧魏忠贤的大腿 这日子过得挺爽 但是呢 很快变天了 天启驾崩 崇祯登基了 魏忠贤倒台了 那在崇祯朝 这毛文龙日子过得怎么样呢 一样挺好啊 毛文龙孤悬海外 皇上这儿呢 也管不着他 毛文龙俨然就成了批岛 成了东江的土皇帝 这朝廷啊 要搬下来 封你什么官职 给你发什么良响 那毛文龙自然接受 如果是发下来的作战命令 那听语不听 就看自己的心情了 反正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嘛 是吧 这个作战命令啊 我听不听 那随我 但是朝廷的良响 你可得按时发 啊 咱们看看毛文龙 跟崇祯要这个响吟 口气是什么样的 没把崇祯小皇帝放在眼里 说朝廷啊 欠我们东江百万之响 必须要一顿给臣 你的一次性付款 这样呢 我们能成一餐之宝 尽一时之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下后金 如果呢 你要是零星负 转折负 不及时负 哎 那 聚散公辉 这能不能打赢多后金 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这崇祯呢 也使唤不动毛文龙 那不听指令 崇祯自然想要换掉他 可是呢 你动作太急 又怕把毛文龙给逼反了 自己呢 又确实 想拥有这么一只 潜伏在敌后的这只牵制力量 那怎么办呢 崇祯想了这么几招 头一招就是一阵 什么是一阵呢 咱们先进一段片头 这个一阵啊 就是给毛文龙换防 你别在东江待着了 哪离朝廷太远 把他迁到朝廷实际的控制区域内部来 这样呢 能更好地配合关宁主战场的行动 崇祯打算把他牵哪来呢 大伙看地图 牵到盖州 盖州啊 今天辽宁营口那一片 从皮岛绕过辽东半岛 你到盖州这来 占领了盖州慢慢还能收复金州复州 这样呢 在这一片可以屯田耕种 补充军粮 另外呢 这儿离着辽东 跟袁冲范那边的锦州啊 观景啊是就完全挨上了 可以完全受朝廷的管制 也可以承担更多的作战任务 崇祯啊 想的挺好 毛文龙能听他的吗 那肯定是不能啊 那要这么听话 那也就不用一阵了 是不是 毛文龙说啊 皇上你可不知道 这盖州啊 四周围都是沙漠呀 那根本就不能耕种 我们到了那儿 粮草阶级困难 这是兵家大计之地呀 不能去 咱们啊 都学过这出宗地理 这辽东半岛哪来的沙漠啊 而且这盖州啊 还曾经是大名粮室的装卸地 所以这地方啊 粮草阶级也非常方便 毛文龙这只不过就是不想来 找了个借口 崇祯呢 也知道 毛文龙只是找了个借口 毛文龙呢 也知道 崇祯知道 自己只是找了个借口 崇祯也知道 毛文龙知道 自己已经知道 他只找了个借口 毛文龙也知道 崇祯知道 咱就不说了啊 说这个战没完了 所以呢 这招不行 崇祯又想了下一招 清点人数 哎 你不是老朝朝廷要响银吗 那咱们过去点点 你到底有多少兵马呀 给你多少响银 在崇祯元年的四月 崇祯派专理东江响物的 户部员外郎 这位叫黄忠色 前往皮岛去点月兵马 等着黄中色到了皮岛 朝毛文龙要来花明测 是逐一清点 这一点 毛文龙手下兵丁有多少人 三万人 这一下满朝震惊 怎么呢 毛文龙之前朝朝廷请想 说我这有多少人 有说过十五万 有说过十七万的 还有说过二十多万的版本 哎 感情你才这么点人呢 这朝廷给你发军饷 还一直往勺里发了 看来这都多发了好多倍呀 这毛文龙的解释 哎 是这黄中色点的不对 只清点了皮岛的兵丁 那我这这是一个岛链 那么多岛呢 所以这回这数啊 不做数 不做数好 那咱们再点一回 崇祯又派了登州海芳到王亭市 前去清点人马 王亭市到了皮岛啊 毛文龙直接告诉他 你这也别点了 没法点 怎么呢 我好多部队都出海执行军事任务去了 不能跟你说 你也点不了 那怎么办呢 王亭市到挺轴 我管你执不执行了 反正你有多少人 我点多少人 这回一点得 两万八千人 人更少了 实际上那毛文龙到底有多少兵丁呢 这不太好算 因为毛文龙手下这些士兵 何除市民受夹击兵 拿起熟头来争立 拿起武器来打仗 兵民都是一体的 要非要算呢 这毛文龙手下大概有个四万两千余人 但是呢 这四万两千的兵丁可不是都能上战场的 勉勉强强强能打仗的也就两三万人 这剩下的人呢 既无肩胛亦无利刃 也没武器也没盔甲 只挺耳衣不蔽体 这武器啊就是个木棍 武器还停留在这个武王伐咒 封尘榜那个时代 但是毛文龙呢 跟朝廷报一直都说 我有十五万十七万兵马 那你有这么多兵马 那你这手下你有多少百姓呢 说治下有辽民三十余万 还有过一百多万的版本 那朝廷一点 你这这么少人 在崇祯元年的五月 毛文龙说 这个我必须要面见皇帝 表明亲记 当面跟皇帝解释清楚 这个奏折上面这么说的 毛文龙说 这朝里边那些大臣 兵法他懂吗 辽动的地形呢清楚吗 不清楚就在那指手画脚 指指点点 陈武啊呢 居聊日久 探讨读道 无奈和皇上您 地歌天聊 鄙难待舍 咱们相隔万里 我这再有本事 我只能跟你写信 写奏折 这文字的东西啊 它容易走味 是吧 你就看这 你就比如说人家谈恋爱 是吧 这这男女朋友老在微信上打字 那不行 得见面 咱们得网络奔现 啊 这面见了皇上 您感觉肯定不一样 皇上知之佛 这个你知道吗 再有 朝鲜是咱们的蜀国 我这天天跟朝鲜打交道 缓急无望 一应接济 是于何于夏秋两季 你要朝朝鲜要粮食 只有夏天秋天 勉强能供给我们一些 啊 这朝鲜期 跟朝鲜打交道 期间的衰一条季 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皇上你知之佛 你知道吗 这些你要都不知道啊 那咱就见见 我让你知道知道 这重申一看 你这还要揍我是怎么干 那毛文龙呢 当然也没有傻到 还真的要只身 去前往京城面见重申 那去了 可能就回不来了 重申呢 也只能下职 好言安慰 这每个月啊 毛文龙在自己这 召开这工作例会 召开军事会议 有一项固定的议程 就是大骂朝臣啊 朝廷这帮大臣们 瞎了眼 弹劾我 毛文龙手下的将校们呢 速来飞扬跋扈 又要谄媚毛文龙 所以大伙跟着一块骂 这是什么东西啊 如此大不知死 敢妄议我家将军 有一天我家将军 带兵杀入京城 把你们都剁成肉泥 大伙是群情激愤 越说越热闹 后来呢 毛文龙觉得 咱们呢 不能光说不练 光说不练 假把式 光练不说 杀把式 跑题了啊 这怎么办呢 给他们呀 让他们见识见识 我们的军事实力 在重振元年的八月 毛文龙带着自己的舰队 突然杀到了山东 山东邓州 来了一场武装游行示威 控制了当地的守将 还把当地总兵杨国栋的功德碑给推倒了 杨国栋曾经弹劾过毛文龙 毛文龙看他不爽 耀武杨飞一番之后 毛文龙带着人又回皮岛了 这一下啊 朝里边弹劾毛文龙的人更多了 比如说宾客启示中 徐玉清 就弹劾毛文龙 这个徐玉清 大夫还记得吗 咱们之前讲 袁冲焕平台招队 说要五年平聊 这个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 徐玉清凑过来问袁冲焕 说您这五年平聊有什么方略啊 就这位 徐玉清说啊 毛文龙这种行为 这叫守将擅离信地 这是大罪啊 按照大明律应当杖则一百 把他罢官 然后发配到边缘处冲军 这说的挺好 那发配得了毛文龙吗 能办不是早就办了吗 所以崇真啊 只能是下旨 让毛文龙明白回奏 你给朕讲清楚 你自己跑登州干什么去了 毛文龙呢也不着急 一直拖了四个月 到这一年的十二月才回复 说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后劲入犯 我们为了保护国家 所以得赶紧派兵抵御 这海上啊 坐船去 这皇上你也不懂 是吧 海上风大呀 这风一吹 把我们吹偏了航线 跑登州这来了 当然喽 毛文龙这就是随便编个借口 崇真也知道 毛文龙这只是编了个借口 毛文龙也知道 崇真知道 自己只是编了个借口 崇真也知道 毛文龙知道 自己已经知道 毛文龙是编了个借口 咱就这个 我能跟你说一天 是吧 咱这很快 这一集的食堂 又对付过去了 在崇真元年的九月 崇真又想出一招 让毛文龙啊 给上报历年军饷的使用明细 朝廷给了你那么多银子 你一笔一笔给这说清楚 都花哪去了 这还不容易吗 那那么多捷报都能编 这使用明细编不了吗 给你做账 编完之后 毛文龙在这奏纸上接着说 说我们呢远离疆土 在外面粮草阶级困难 本来我这手下士兵啊 有二十余万 现在愣给饿的呀 饿的剩十几万了 温饱都成问题了 朝廷还拖欠着我们良想 朝中好多大臣 记恨针对于我 未报私怨 不顾国家大局 皇上你必须啊 给臣做主 当时啊 甘肃的巡抚梅之冠 曾经给袁重冠写过一封信 这信里边就说了 说这毛文龙啊 俨然成了海外天子啊 国家百万的军饷 这钱全入了他自己的腰包 领兵毛姓接其复兴 毛文龙手下这部队 与其说是国家的部队 不如说是他毛文龙 自己的毛家军 你看海外天子这称号 从这就传开了 当时啊 有人评论 说金之文龙 故未叛眼 这毛文龙啊 现在确实是没造反 但是呢 跟造反有什么差别 朝廷的任何调令 他也不听 而且呢 还曾经捏造过后心的文术 来恐吓朝廷 所以文龙啊 不但不是国臣 是国贼也 当时呢 朝鲜的国王也说 这个毛文龙啊 与秦寿无异 置如皇帝之尊 来我们这儿 好像他是皇上似的 哎 丝毫不懂礼数 你说这朝鲜国王 怎么这么恨毛文龙呢 因为这毛文龙啊 在朝鲜 作威作福 真的就像皇帝一样 哎 咱们举两个例子 头一个朝鲜有个接班使 就是个使臣 叫赵西义 这赵西义啊 有一次去拜会毛文龙 就感觉毛文龙啊 气色骄傲 举止减慢 等从毛文龙这军帐里边走出来 跟旁边 这毛文龙 毛家军的这些门子 侍卫们聊天 就说了 说俺累赔学士肇使 赎官礼貌 这是你们天朝啊 那大学士 呃 派出国军的使臣 那么高的官员 我都见过 我懂你们天朝的礼节 就没见过像毛都督这样的 见了面还要下跪 又要称老爷 大老爷等等 哎 你们天朝对待他国的使臣 就是这样的礼数吗 没想到这门子 微微一笑 看下这个 你见的那些人 你知道我们毛都督什么身份吗 一品都督见太子少父 对你国有便宜行事之权 你说那什么大学士 什么使节 有这权利吗 再说一个 朝鲜史书人祖实录里边记载了 说有一回啊 朝鲜的国王在这太平馆 接见了毛成录 毛成录是谁 毛文龙的养子 咱们前面不说了吗 毛文龙把自己喜欢的将领都受作了养子养孙 这就其中一位 这朝鲜国王就问他 说毛将军 听说毛都督最近要接纳百万的辽地难民 当然这只夸张了 根本没那么多人 这百万难民来投你们有什么善处之道啊 这毛成录就回答了 这无非就是多花银子嘛 现在朝廷啊 从山东给我们运来的响银 马上就要到了啊 这响银到了之后 之前借你们的银子 也可以还一部分了 哎呀 这朝鲜国王赶紧赔笑脸 小邦连岁凶欠 未能趁一周急 我们这最近啊 收成确实是不太好 所以呢 这给毛都督供应的良想啊 不太及时 但凡我们有所余力 哪敢跟您还要这还钱呢 是是吧 而且呀 您说毛都督那儿 要接纳百万的辽民 这个呀 恐怕就光这百万人吃粮食 这来回接济就要不少费用啊 这小王为了毛都督着想 我们觉得呀 不如只留下钉状 把这百万辽民里边 那状钉留下 剩下的这些呢 需要赡养抚养的这些人 给他们送到山东去 免得来回折腾吧 没讲到啊 这王文露听了这话 脸呱呱大 沉下来了 说当死解灭此贼 使忆卷归耳 我们在东江在你这干什么呢 我们要剿灭厚金 厚金不灭 绝不提回山东的事 啊 还有 之前我们可跟你说了几次了 要你们给我们供应马匹 屡次一字 而久无回报 怨次可否 这文书发了几道了 也没见你们回音 你是不是不想给啊 哎 这朝鲜国王赶紧解释 但凡是我们力所可及 我们力所能及的 那当然得给了 只不过碧邦所产的马匹啊 何用战阵者甚少 这都是奴马奔马 不适合作战 而且呢 现在天气太热了 如果我们远到驱送 把这马送过去啊 可能道上都病死不少 咱们等等 您再等到这秋天 秋天天气凉爽了 我们一定立刻把马匹送过去 所以你看啊 连朝鲜的国王 对待毛成禄 都如此的恭敬 所以当时啊 朝鲜的史书记载 说这毛文龙啊 毛都督 性度造极 喜怒无常 绝位隆重 气焰赤张 好 咱们总结一下 在崇祯朝 毛文龙啊 依然过得挺爽 无论是崇祯还是朝鲜 那他都没有办法 然后呢 哎 终于讲到 咱这系列主角登场了 袁冲焰来了 辽动来了 要五年平辽的元都市 就袁冲焰这个性格 能容得下 这儿还有一土皇帝毛文龙吗 当然不能 那袁冲焰跟毛文龙 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咱们下回 接着闲聊天 好 嗯 嗯 嗯